红色 粉色与白色茶花 有的含苞待放 有的娇艳盛开 既喜气又血液 不过这几款您绝对没看过 近看花瓣为深红色 但不同角度又可以看到 不同程度的紫黑色 看起来神秘高贵 又带点危险与浪漫 这是今年阳明山花卉试验中心 举办的台北茶花展 号称黑美人的展示主角 要来颠覆大众的视觉想象 那它其实不是真的是黑色 但是它就是红的发黑 所以你在远观的时候 看起来它是黑的 那近看的话它是深红色的 那这是相当珍贵的茶花 因为一般我们茶花 都是比较粉色系的 那这种深色的茶花 其实是蛮少见的 已经迈入第十七届 也是全台湾最久的台北茶花展 今年以拜访春天为主题 民众除了欣赏美丽的花仙子 还能参加周边各式艺文活动 来个心灵洗涤 如果民众有在那边填问卷 或者是在施工这边 打那个FB打卡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赠送一个明信片 那这明信片是我们 邀请民家画出来的 春天的气息的明信片 那它除了有收藏价值之外 它也可以当作是我们到周边 我们合作商家的 那个消费凭证 那凭着这个明信片 就可以想到优惠折扣 我们的品种有超过300种 这也是全国也找不到一个地方 有这么多的品种 那再加上就是我们其实收集了全 北台湾 那17个茶花达人的优良的作品 那很多的展示的盆栽 这也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 展览期间 对受民众欢迎的捐发票送花苗 做公益活动 依然持续进行 博士府提醒 今年茶花的开花期只有短短10天 所以想要参观 可得要把握机会 上山拜访春天 记者顾餐友 蔡博博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